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好 主力平安 真的这在 今年 我所经过的路程 是很大的经历来的 前几个月 我进了 因为我的血总是不见 医生检查 检查不到 没有答案 那时候我的血已经跌得很低 虽然有疏血还是在跌 就在那时候三个医生说 没有盼望 没有办法 虽然医生没有直接跟我讲 还跟我太太讲 那时候 我太太过来问我 你有平安吗 我说有啊 我还跟他讲 不是时间 很奇怪的我自己回答 从里面自己说出这句话 就很奇怪的 医生没有办法 地球上是没有盼望的 但是今天我要站在你面前 其实在那时刻的时候 圣灵启示一个弟兄 叫他过来祷告 那弟兄也是跟我们一起去短圈很多次了 然后他就问圣灵要怎样祷告 圣灵说赞美 当圣灵跟他说赞美的时候 他心里面已经有一条歌 所以他问圣灵要赞谁 赞美什么歌呢 就是那一条歌 很奇妙的 那天晚上都带了八个人过来 一起来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之后呢 没有什么答案 他回去的时候 那天晚上就问上帝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圣灵说明天要倒回去 奉耶稣的名叫那个雪停止流掉 就很奇妙的 真的各一天早上他过来 跟他太太为我祷告 奉耶稣的名 这个雪停停止流去 就很奇怪 三天后我们雪真的停吧 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真这么活的 他才我们唱的一首歌 他就是我们的盼望 真的 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个上帝就是我们的盼望 刚才罗伯牧师也说了一句话 上帝所说的业 都是试的 可能多后书第一章 21节到23节 我没有记错 上帝的盼望 上帝的盼望 都是试的 所以当我们 向上帝祈求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他的盼望是什么 抓紧他的盼望 在我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的心 总是有个眼泪在流 为什么 为什么在流 因为很多人还没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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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一个土著的师父 撒尔耶这篇地是属于一半族 他们还有很多还没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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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长 我们赶紧抓到这个世界 把福音传出去 不只福音 神的国度也要传出去 因为耶稣第二次要来是很近的 不久了 当我在床上的时候 我也在想 真的我们这一辈老一辈的 什么时候上帝要叫回去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下一代的人怎样 所以你们年轻的 你们要真正来认识耶稣 有下一辈的就是你们 真的我很感恩 这位上帝我们认识的就是这么真 祂就是活在我们里面 当你愿意活在祂里面 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阿们 真的我很感恩 很多教会都为我祷告 甚至那些教会很少来往的 突然间他们去到萨拉多 来为我祷告 很多弟兄姐妹很久没有见面了 突然间都来到医院来看我 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爱 真的我们都很需要这个 爱我们的耶稣 把这个爱活出来 去爱每个人 真的我很感恩 赞美上帝 耶稣真的爱我也爱你们 谢谢你们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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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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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